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昨天台股休息 美股是有开市的哦 美股四大指数是收红的 尤其是废半还创高 但是今天的台股怎么了呢 今天我们摸到两万两千点了 也是创高 可是尾盘压了下来 台积电一马当先哦 是撑盘要脚 可是货柜三雄 发生什么事了 被什么东西狙击了 我们今天好好来探讨一下 电子跟非电在端午节过后 我们的布局策略吧 好 首先先来欢迎 国泰正奇的蔡明翰 明翰经理 明翰经理哦 他会告诉大家 其实还有一件大事情 就是苹果的WWDC 哇 市场商说 好像有点了无心意耶 那今天的苹概股 也大多是作跌收场 但是明翰经理 今天有不一样的想法哦 他会来告诉大家 其实WWDC 他看得倒是蛮不错的哟 苹果下半年的股价 有机会有表现 包括苹概股 您也不要看淡 另外上个礼拜五 美国的非农就业人口 暴增业 这该怎么解读 美国股市跟台湾股市 接下来的动向呢 好 第二位 我们今天有新同学哦 今天有资深分析师 徐少轩 好 少轩呢 他的绰号 我们决定叫他产业少爷 因为他提醒哦 他非常会找 价值目前被大家有点低估 股价也被低估的产业 他希望像博乐跟千里马一样 提早帮我们的观众朋友选出来哦 今天少轩注意到 这个礼拜台积电要除息了 这一次能不能秒天息呢 那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他认为COOS相关的 还是重中之重哦 另外讲到低估的产业 大家可能没留意哦 美国的陈一股 其实有很多党都在往上涨 台湾有奥运题材 台湾有很厉害的陈一股 有没有机会也跟着一起大涨呢 好 第三位 是我们的报价天王幸福哥 幸福哥今天来救我们了 我们的货柜三雄 怎么都变潜水艇了 好像跑去找区源了 发生什么事 当然今天欧陷期会有大跌 但是有必要弄到 我们的养民也跌停板吗 好 等一下来解读 另外飞电族群 今天倒是有表现亮眼的哦 重电在反攻了 还有生计族群 也帮我们会做一个 全面的大扫描哦 好 首先有请明翰经理 明翰经理 两万两千点 摸到本来很开心 可是觉得大家信心不太够耶 一路就跌下去了 然后再加上美元走强 我们台币就转弱了 好 苹果的WWDC 华尔街分析师都说 没有新意 我们大力光跌6% 可是你却说没有关系 先卡位平盖股 一定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哦 好 我们先讲大盘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来讲 这个开高的部分 相对来讲有压力 我个人觉得 之前也一直提醒大家 如果台股这个领先创高的时候 其实是有压的 当然刚刚赵豪也提到 其实昨天肺半的部分 已经有先行创高 但是相对来讲 就整个美股的一个部分来讲 目前算是高档震荡整理 所以自己先创高的 我觉得有压力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加上说 市场在关注点 还是在肺的动向 这个礼拜12号的这个CPI 13号的部分来讲 联准会的这个决策会议 对 整体架构来讲 这些不确定因素的这个之前 尤其这个所谓非弄就业又有预期 大家认为 这个搞不好降息又要再延后 所以看法来讲是比较分歧的 那日本的部分来讲 的动向 也有可能会导致日币的变化 那反向对美元 那今天来讲 台币的一个部分来讲 自然就出现比较这个 整个贬值的一个走势来讲 自然外资就呈现卖超 那这个台股的一个部分来讲 自然就有压 可是我个人觉得 趋势其实没有改变 就是多头格局 涨多跌少 那独自创高有压力 我觉得这都是已知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 在目前的角度来讲 倒是不用担心 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 长线的趋势在哪里 第一个部分来讲 刚刚提及了 大家很关注这个礼拜 联准会 可能对市场的影响 结论就是 对债市压力很大 但对股市影响 还是相对有限 美股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结构也是非常偏多 虽然说看起来 倒窮指数 有点辛苦 对有点辛苦 感觉弱弱的 他就在这个月季线 附近震荡 但是NASDAQ 几乎就在所谓历史高档震荡 费半刚才提到 在昨天还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他之前也讲过 很多一个趋势的概念 就是当多头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科技股会比综合指数强 对 半导体指数比科技指数强 这我们也不断的 对不断的告诉大家 这个趋势是永恒不变的 当如果空头反向 就会变得它跌的比这边重 这是不断的概念 所以目前的角度来看 这个所谓的盘面结构 我就可以告诉大家 目前他这个多头来讲 仍然没有到尽头 我觉得美股既然这样趋势 台股也都会跟随着走高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等辉达进入到道琼 看能不能救道琼一把 会 如果这个后续来讲 应该说救道琼一把 加上就等于说辉达的一个部分 又有另一波的行情的开始 那只是刚刚提到 这个市场也怪罪到这个WWDC 没有心意 了无心意 那讲了很久了就出来 昨天居然苹果是跌的 那我先解读几个给大家重点 第一个内容来讲 当然他就是出来 就是告诉大家 他所有的APP里面 都会慢慢增加AI这个功能 所以确实要提醒大家 他应该说在召开之前 几乎都被大家拆光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 最这个外资没有拆到的部分 应该是这个iPhone 必须要这个iPhone15 Pro 以上的机种 就是只有目前买得到两支 Pro跟Pro Max 这两支才能够升级到这个iOS 18 才能进入这个AI手机 原本外资是预期 应该是iPhone11以上 都可以更新 但是 也要看人家跑不跑得动啊 理论上硬体的部分是 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呢 这个人家花那么多钱了 那总是希望能够对业绩面有所增长 所以这块来讲 我觉得这块呢 应该说对所谓的国本来讲 是一大的利空 但是对苹果我觉得业绩面 我个人觉得会有极大的利多 我本来 我本来是预期啊 我本来是觉得 他可能做的是希望让 iPhone16出来 让他先用个几个月 然后等到一段时间 再下放到其他机种 但这次结论是 他根本不愿意下放 结论就是你不用等 未来唯有换机 你才能够有AI手机 当然我觉得他比较好的 他也不是全面性的压力 他在这个所谓的 iPad或者是这个 所谓的笔电的部分 只要有M晶片 就是M1以上 简单来讲 就是回归 回推前几年的 只要有M晶片的 全部都可以进入AI 所以应该说 他在这个笔电的部分来讲 开放的范围比较大 但在iPhone的部分来讲 掐的比较紧 我觉得这也不意外 因为这两年 比如是iPhone14跟iPhone15 这两只其实销售状况 是不如预期的 所以他希望有所振作 而且毕竟 iPhone占他营收超过五成 所以只要iPhone一振作 他整个业绩面 自然就往上冲 但是要跟大家讲 你可以看到五月以来 其他表现不输其他同业 而且比指数都强很多 重点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在WWDC会有所 这个所谓的AI的效应 所以股价已经提前反应了 所以我觉得出来 没有太多利多 稍微压回 我觉得是合理现象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 他整个下半年 等于说在九月之后 新机出来 还是会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 这块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苹果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不用花钱 这个是所谓资本支出 你可以看到 这是二三年 这到二六年 每一家资本支出呢 Google Meta 大家都是大量的增加 只有Apple永远都是不变的 因为其实他家有他家平台 大家都想跟他合作 所以他根本不用用AI 别人用好来跟他合作 所以他就是跟别人花钱 他只要享受这个AI成果 所以整体架构 我觉得他是真的相对比较有利己 而且更重要是要提醒大家 这是iPhone每次发行之后 对股价的影响性 那这个是二七年到一三年 这是一四年之后 过往来讲呢 确实以前比较前段 在iPhone发表前 股价表现相对比较强 这几年强势的状况 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其实所谓的六个月之前 确实都或三个月之前 都有比较明显强势 等到时间接近之后 其实苹果就不强 更换后面没有明显表现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现在刚好是发表前三个月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角度 无论是苹果 甚至苹果如果有办法因此而转强 其实苹概股的一个部分来讲 也都有因此受惠的机会 但是今天苹概股的表现 好 这边没有放上大力光 大力光跌了六个百分点 应该这样讲 大力光跟郁金光 郁金光最近就相对比较强势 那大力光我个人还是觉得 他们家的说法是相对偏保守 一直都这样 对 偏保守会导致 他们的股价表现相对有落差 因为郁金光跟大力光 其实他们的趋势 是慢慢的逐步好转 那从郁金光的角度 就可以看到股价是相对强 那其他PCB或轴层 轴层这块来讲 主要就是这个笔电的部分的相关的供应链 那其他包含台积电鸿海 其实也都会有机会受惠 绝对不是等到 你看到说 准备要去预定手机了 手机即将出来之后 其实股价反而都不涨了 新日新最近很强 据说是因为有出到iPay 可能未来有折叠 对不对 是是是 这样子的 这块来讲 就是毕竟新日新的部分来讲 跟Apple的一个部分 他们的关系是相对比较密切 所以未来如果说苹果要折叠 他就是比较重要的受惠个股 那我们就抓两档个股给大家看 说新日新就有新日新 对新日新来讲 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 最近因为这个iPad的部分 折叠的这个所谓传言 那加上说你可以看到 外资投信 内外资都信了这个故事 那可以看到 大户买超也相对比较积极 所以股价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关注 另外台虹的部分来讲 目前也是震荡整理 比较好的现象 就营收都已经开始慢慢的一个转强 那筹码面也慢慢转多 我个人觉得还是在这里 跟大家提到 进口供退合手 那平概股的部分 选择营收好的个股 那相对来讲 具有支撑 你只要在这里呢 分批的布局 那我个人觉得 在这个真正iPhone 要出来的时候 反而就应该是 做获利了解的动作了 好 因为现在挥打已经分拆了 黄龄轩也飞回美国去了 对不对 而且未来他还有 卖的股票的一个计划 所以现在眼光放到 虽然五月涨不少 但是位阶相对比较低的 平概股可能是一个提早布局的好机会 好 非常谢谢敏翰经理 谢谢